我们来看一看的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云林斗六另外在高雄部分地区这边是来到橘色的 代表对过敏的族群是比较不好的 那至于在气温方面今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白天还是热 那现在外面的温度跟昨天比较起来 虽然有部分稍微下降一点点 但是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云量减少 辐射冷却效应增强的关系 台湾上空的冷空气都是比较弱的 那至于说整个天气系统呢 台湾是在高压的边缘 在高压的西边这边 太平洋上面高压在这里 台湾是在高压的边缘 主要吹的是属于这种偏南风 南边的暖空气上来了 所以温度上面就会比较高一点的 南边的暖空气上来经过比较冷的海洋 因为海水的比热比较大 温度比较不容易起伏 在回暖的过程当中呢 海水的温度还算低 当南边的暖空气上来 经过比较冷的阳面 就比较容易有雾的状况 这个最近这几天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形 开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 西半部这边 还有外岛的马祖金门 澎湖容易有一些局部物产生的 到了明天的时候呢 就不太一样 今天晚上的时候 台湾吹的还是偏南风 明天北边的高压范围 会稍微压下来 东北风会稍微增强 只是稍微增强 所以明天下来的这一波 第一个强度比较弱 第二个影响的时间比较短 那冷空气弱 所以大概只有在桃园 以北 基隆 宜兰 明天会稍微转凉一点 温度还不会太低 稍微转凉 第二个呢 它的影响时间比较短 主要是在明天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温度就会再稍微上升了 但是到了下个礼拜 就要注意 另外一波比明天 再更强的冷空气下来了 不过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应该也是东北季风 接近冷气团的这个标准 可能还不到冷气团 但是就东北季风 接近冷气团 礼拜一 礼拜二 可能会稍微降温 真正冷空气增加 比较明显的 可能就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这几天 礼拜四 礼拜五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准备要过年了 所以在这一段 过年的前两天 小年夜跟除夕 目前来看可能会稍微 比较冷一点点 但是冷空气的强度 应该是接近冷气团而已 那至于水气的状况 下个礼拜水气也比较多 所以小年夜跟除夕 可能感受到的 会比较湿冷一点 那今天当然水气是比较少的 卫星云土上面我们看到 主要的云层 大概都是从北部海面 然后往东北的方向 这样子移动上去的 不是压下来到我们台湾上空 台湾今天的水气还是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寝道多云的 从雷达就可以来看到的 这种状况了 那原本东部外海这边 会有很多的低层的云系 带来一些云雨区 那今天就连东部外海 这个低层的这一种云雨区 也减少了雷达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原本东部外海这里有一大片 目前范围比较小 一小条在我们的外海地区 距离陆地也不是说非常的近 所以没有影响到东半部的陆地 今天大部分都是寝道多云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 降雨的状况来看的话 不管是今天的白天 今天的晚上 台湾的上空 几乎都没有下雨的情况 等到了明天 礼拜五的白天 刚刚提到了 东北风要增强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礼拜五的白天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东北风一增强 当然这种地形性的降雨 就有可能会产生的 北部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五的这个降雨的形形 北部 东部 这边有一点短暂雨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浅蓝色的 代表量并不多 那紧接着呢 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 一样 北部 东北部还是有机会下一点短暂雨 上礼拜六开始 礼拜六的白天 这个降雨 有可能就慢慢减少了 礼拜天的天气又比较稳定了 但是下个礼拜一开始 可能下雨的机会又会提高 看一看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温度上面的变化 先来看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今天天气是最稳定的 明天东北风稍微增强 迎风面的北部东部会有短暂雨 持续到礼拜六 那礼拜六大概差不多白天 这降雨可能慢慢就减少了 持续到礼拜天 下个礼拜一 东北风要增强之前 风面会接近 所以北部东部下雨的机会变高了 那下个礼拜二雨会减少 下个礼拜三 华南 云系进来了 降雨又要增加了 目前来看主要的水气 可能就是在礼拜三 下午晚上开始进来 到礼拜四 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礼拜五的中午过后 可能水气才会慢慢的减少的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 应该是会比较湿 但是礼拜五比较湿 应该也是中午之前 在这个小年夜跟除夕 这两天应该会比较湿冷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来到 一个礼拜的后期了 或者是超过一个礼拜了 当然这个还要再观察 准确度比较没有那么的高 那至于说今天 这个还中部南部这边 中南部基本上 大概都是维持勤道多云的 那等到下个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四的华南 云系进来以后 目前还在观察 会不会影响到中南部这一带 那最近大部分都勤道多云 白天温度偏高 礼拜五的这一波东北风比较弱 所以对中部南部 没有太大的影响 白天温度高 但是一大早还是有一点点冷冷的状况 来看一看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先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云亮少阳光强 高温大台北可以来到27 8度 其他也24 5度 另外在中部这边 勤道多云 云亮少阳光强高温 也是来到27 8度 都还蛮热的 白天是会热的 南部地区高温 大概来到26度 29度 屏东可以到31度的高温 也是很清朗 东方部今天也是不会下雨 都是勤道多云 高温可以来到26 7度的 外岛的澎湖金门 还有连江勤道多云 高温大概在22度上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